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大年三十 我爸开了六个小时车 带着我妈和我回农村老家过年 吃年夜饭时 大伯突然对我爸说 小伟出了个女朋友 快要订婚了 你家有两套房子 送一套给你值 写在小伟名下吧 我爸当时就猛了 我家是有两套房 但其中一套是买给我的 我妈说这是给我的嫁妆 也是我的婚前财产 将来不管到了任何时候 女孩子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腰杆都更硬气 我爸结婚这些年 一直对爷爷和大伯 他们有求必应 但这回要的不是小物件 是一套房子 我爸当时就不吱声了 我知道我爸爱于面子 不好拒绝 就说大伯 我家的那套房 是爸妈给我的嫁妆 写在我名下 不能送给堂哥 堂哥一听 一个巴掌呼过来 我才是给老陈家传香火的 你一个丫头 过两年就嫁人了 还想把我们老陈家的家产带走 我妈见我挨打 当时就急了 冉冉说得没错 房子是我和他爸买给他的 小伟凭什么动手打人 这是有没有人管 爷爷一脸不高兴 老二 咱们男人商量事 女人插什么嘴 你也不管管你媳妇 大伯在旁边 一边喝着小酒 一边盯着我爸 强子 当初要是我抓揪抓到上大学 现在也能像你一样当工程师 赚大钱 也就用不着求你了 我爸低头喝闷酒 没说话 堂哥把筷子往桌上一摔 今天正好人全 我把话说清楚了 老陈家就我一个独苗 指着我开支赛业呢 我要是因为没房子对象跑了 这是你们得负责 我妈冷着脸 你自己结婚 自己准备房子 凭什么惦记我家冉冉的房子 大伯趴地一拍桌子 这是我们哥俩之间的事 弟妹 你是外人 就别掺和了 强子 你是小伟的亲二叔 他要结婚 对方说 没房子不登记 你这当二叔的 该不该送套房子 我妈也看着我爸 等着他表态 我爸不敢抬头瞅我妈 就坐那儿一杯杯地喝闷酒 最后 我妈彻底失望了 你们老陈家自己的事 你们自个商量吧 我和冉冉都是外人 就不在这待了 说完 他拉着我出了门 我们两个连夜开车回城 凌晨四点才到家 一路上 老爸打了好几个电话 让我们注意安全 但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却答不上来 本来和睦的一家三口 就剩下我们娘俩 这个结也没过好 我妈明确地跟我说 冉冉 属于你的房子 谁也拿不走 你爸要是脑子坏掉了 非要这么干 我宁可跟他离婚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 只是气话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爸的脑子 真的坏掉了 爸在老家 一直待到初六才回来 也不知道 这几天 经历了什么 爸明显憔悴了不少 边边都多了几根白头发 我跟同学约好初六看电影 晚上回来的时候 在爸妈卧室门口 就听到爸小声哀求我妈 老婆 小伟要是没房子 婚事就要黄了 我就这一个职 你看 咱能不能帮一把 帮 怎么帮 一百多万块的房子 说送就送 我妈的语气很冲 一听 就是气急了 你记不记得 当时买房的时候 咱们就说好了 这套房给冉冉当嫁妆 这样姑娘将来嫁人才有底气 如果受了欺负 可以转身就走 随时都有自己的毕身之所 我记得 我都记得 爸低声下气地说 记得 你还这么做 为了你直接婚 就要把我姑娘的房子送出去 你家人是怎么想的 这么些年 你明里暗里搭老家那边 我从来没说过什么 但现在要一套房子 这胃口也太大了吧 他们是怎么张得开嘴的 老爸一脸愧色 老婆 就当我求你 最后一次帮他们 以后 我努力赚钱 多加班多出差 一定再给冉冉买一套 你非要把房子送给你执事部 老爸犹豫半赏 点了点头 老妈冷着脸 行 你要是下定决心 那就送吧 我也不拦着 爸又惊又喜 老婆 你答应了 不需要我答应 明天我们就去办离婚手续 属于你的那一份 你愿意送谁就送谁 我妈说到做到 第二天早上 民政局一开门 她就薅着我爸 去扯了离婚证 现在住的三十大房子赠予我 作为我嫁妆的小房子 事后由我配合 更名到堂哥名下 办完手续 妈头也不回地拉着我离开 走出很远 我回头看 爸还站在民政局门口 一直望着我们娘俩的方向 脸上的神情有不舍 欠就 懊悔 我也说不好 反正挺复杂的 就在我以为他会喊我们时 他却垂下了头 我爸和我妈是大学同学 他俩一直感情很好 没想到过个春节 因为这种事竟然走到离婚这一步 我能看出来 老爸是不愿意离婚的 也舍不得我们娘俩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他却被老家那边拿捏住了 像被下鼓了一样 事事都听他们的 爸的老家在农村 现在条件好一点 在他小时候就很穷 我听他说过 当年他上高一时 因为收成不好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供不起两个孩子念书 爷爷就跟他和大伯说 只能留一个继续上学 另一个去城里打工 赚的钱贴不家用 他跟上高三的大伯一商量 决定抓究 两张纸 一个上面写上学 一个写打工 谁抓到哪个 就去哪个 一切听天由命 当时大伯先抓的 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打工 于是第二天就背个小包 跟着村里的邻居南下 去了广州打工 大伯在外面那几年 每月都按时往回寄钱 我爸知道这机会来得不容易 也格外珍惜 白天黑夜的学 最终以全线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一个985院校 进了大学 我爸就开始勤工俭学 大学四年的学杂费都是靠自己业余时间兼职做家教赚来的 在没要过家里一分钱 到了大学毕业 我爸应聘到一家知名设计院 就留在了省城 我爸和我妈是大学同学 不同专业的 认识一段时间后 彼此有好感 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外婆家是知识分子家庭 我妈作为独生女 一直都受全家的宠爱 听我爸讲在农村的经历时 她挺心疼的 她跟我爸说 以后两个人努力工作 争取多赚点钱 好好孝敬两边的老人 我爸听了 也是特别感动 那些年 全国兴起房地产热潮 我爸学的是建筑专业 加上他名校毕业 业务又精 很多活都主动找上门 忙得不得了 也赚了不少钱 在我家 掌管财政大权的是我妈 老爸从大学毕业以后 就每个月都往老家寄钱 过年过节 明里暗里 这些年花了不少的钱 我妈心里有数 却从来没说过什么 在老家 爷爷他们明显重男轻女 每次回去都让我觉得不舒服 比如女人干活 男人唠嗑 吃饭时男人坐主桌 女人在另外一桌 有什么好东西 像吃的 玩的 都渴着男孩 我跟堂哥要是吵架 每次都是说我 叫我让着他 凭什么呀 他比我大好几岁 我还得让着他 开始我还接受不了 我妈就跟我说过 好多农村都有这种 重男轻女的观念 根深蒂固的东西 根本就改变不了 你要是跟他较劲 彼此弄得不愉快 只能让老爸在里面左右为难 反正一年就回去那么几天 忍忍就过去了 也能给足老爸面子 我觉得我妈说的有道理 后来就不争了 只要回老家 有什么好东西都可着堂哥来 就当扶贫了 反正回了家 我还是爸妈的小公主 至于别人对我好不好 我还真不在意 没想到的是 我们全家的谦让 让有些人觉得理所当然 而且胃口还越来越大 竟然上升到要房子了 在这次离婚分家产中 老爸只分得了原本 在我名下的一套小房子 家里的大房子和所有存款 都留给了我妈和我 大概在老爸心里 也觉得自己属于过错方吧 爸妈离婚后 我和老爸还是会经常见面 他对我从小到大的 爱是实打实的 听我爸说 他把那套小房过给了堂哥 现在一个人在单位旁边 租了个单间 对于他的余孝 我是真的无法理解 爸 你为了帮大伯他们 好好的家都散了 你后悔不 然然 当年要不是你大伯放弃学业 外出打工 也没有爸爸的今天 做人不能忘本 就算你要报恩 也得有个限度 总不能无休止地付出 爸爸逼着头 拿出个烟盒 默默地抽出一根烟点上 爸 你咋还学上抽烟了 我一把抢下来 你知不知道 这玩意抽多了 能得肺癌 老爸苦笑一下 到我这岁数 有时候觉得死也没啥可怕的 呸呸呸 你别瞎说 我结婚的时候 你必须到场 挽着我的胳膊 把你最心爱的女儿交给新郎 我怕我忍不住会哭 到时候给你丢脸 连我结个婚都舍不得 现在为了别人居然舍得跟我妈离婚 这样也好 老爸神情黯然 你妈这些年 已经付出够多的了 你大伯那边是个无底洞 我跟他离婚 以后他就解脱了 他又问 你妈最近怎么样 你要是想知道 自己去看他 估计他还在生气 不想见我 只要是个女人都会生气 你这是绊得胳膊肘太往外拐了 老爸低着头 一脸愧疚 爸也是有苦衷 你有啥苦衷 还不是当年那点事 抓就是大伯自己抓的打工 也不能怨别人 我愤愤地 再说了 大伯当年念高中的时候 成绩都是倒数的 就是让他考大学 他也考不上啊 老爸默默不语 脸上神色复杂 也看不出是个什么表情 我以为老爸付出惨痛代价 大伯和堂哥也得到房子 这回总该消停了吧 没想到 这事还没完 过了两个月 大伯又找上我爸 说堂哥对象要彩礼 让我爸帮忙 再出二十万元 我爸告诉他们 已经和我妈离婚了 分到的房子过户给堂哥 现在他没钱了 我大伯一听 当时就翻脸了 他说 我爸傻 被我妈骗了 我爸说他愿意 好笑的是 当事人愿意还不行 大伯他们觉得 我们家的财产都是我爸的 我爸的都应该给他们 这么推理下来 我和我妈拿走的 是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 在这种奇怪脑回路的指引下 他们有一种丢了大钱的感觉 于是 在一天下午 大伯和堂哥跑到我的学校来找我 他们在校园里 到处找人问任不认识陈染 刚好碰到我室友 以为我家里有什么急事 就把他们带到宿舍楼下 我一听他们来 当时头都大了 幸好 女寝不让进男人 要不然他们就能公然闯进来 我本来想躲在寝室 不出去了 但架不住他们 在楼下大声喊我的名字 我只好 先给我爸打个电话 然后下楼去见他们 一见到我 堂哥当时就冲过来 死丫头 你竟然敢耍心眼 把家里的大房子 改到你名下了 他的大嗓门 吸引了无数同学的目光 有等人的 有路过的 还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 看向我的目光 都有些意味深长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们是亲兄妹 正在上演心机妹妹背后 算计人 抢走清歌继承权的戏码 那么的 我爸妈把房子给我 还用告诉你一声 我冷冷地看着他 陈伟 我们家的房子 我爸妈乐意写我名下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二叔的房子 是我们老陈家的 将来都要由我来继承 凭什么呀 堂哥说的理直气壮 都给我气笑了 你就是没上过大学 也要有最起码的法律知识 我们家的财产 我爸和我妈一人一半 别说我爸活得好好的 就算他有个什么意外 分他那部分时 也是我妈占一半 我和爷爷合起来 分另外一半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大概 我以前对他太客气 堂哥突然见我反驳他 一时间 还有些不适应 等反应过来 就开始骂 你一个毛丫头 有个屁技成全 这也就是现在这个年代 要是过去 生出来是个没把的 早就把你送人了 我不想跟他在这儿掰扯 直接说 你要是不懂法 就回去好好学学 我一会儿还有课 你要是没别的事 我就回去了 你别走 堂哥一把拦住我 目露凶光 我听说大房子 现在在你名下 这是不说明白 你别想走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家的房子 爸妈乐意送给我 轮不到你管 我跟你在这儿好好说 你别给脸不要脸 堂哥扬起手 看样子想给我一巴掌 我退后一步 我告诉你 隔壁就是校派出所 如果你敢碰我一下 我就报警 到时候给你抓进去 你吃不了兜着走 堂哥扫了一眼 旁边果然是派出所 他的脸上陷出犹豫 大伯见我俩将在那 就过来打圆场 然然 其实我跟你哥今天来 是听说 你爸和你妈离婚了 真有这事吗 对啊 就因为要把我的陪嫁房 过户给堂哥这事 我妈和我爸吵起来 吵到最后就离了 我盯着大伯看 在他脸上就没发现 一丁点的愧疚 只有算计 你爸 除了那套小房 还分到什么了 没了 本来这些都是我家的私事 没必要告诉他们 但转念一想 他们知道我爸啥也没有了 以后兴许就不再惦记他 我爸也能过上点消停日子 大伯一听 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 你妈这也太黑了 结婚这么些年 就给你爸分套小房 你爸把房子过户给小伟之后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大伯 我家就两套房 要是我爸有地方住 那就代表我和我妈 要住大街了 我嘲讽道 你要是实在心疼我爸 就让堂哥把房子还回来 他住了 我还怎么结婚 堂哥瞪着我 剩下的大房子 为什么不给我二叔 我爸心疼我和我妈 行不 是你妈要离的 就应该让他净身出户 没道理让我二叔走 喂 堂哥 我们家的家事 你那么气愤干嘛 你不是已经得到房子 赶紧去结婚就得了 怎么还有功夫管别人家的事 二叔的事就是我的事 再说了 我的彩礼钱还没解决呢 多少钱 二十万 没钱你找你爸要 干嘛总找我爸 这是二叔欠我爸的 他都给我整乐了 堂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些年 一直是我爸拿钱贴补爷爷和大伯 你能不能搞清楚 到底是谁欠谁的 当然是你爸欠我爸 当初要不是你爸作弊 今天有出息的就是我爸 我还用得着找你们要钱 我愣住了 你在说什么 什么叫我爸作弊 你爸当初 小伟 大伯似乎不想让堂哥继续说下去 爸 不用再掖着瞒着 现在二叔离婚 啥也没分着 看他那意思 也不打算再给我什么了 要是这样 我们也没必要再为他保守秘密 什么秘密 大冬天的 我的后辈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爸一直有事瞒着我和妈 而且 这个秘密 有可能就是让他一再付出 受制于人的根源所在 大伯似乎被说服了 不再拦着 堂哥洋洋得意地说 当年 爷爷只能攻得起 一个人上学 就让我爸和二叔抓就决定 二叔为了能继续上学 耍了小心眼 在两个小条上都写了打工的字样 然后让我爸先抓 结果你也知道了 后来我爸出去打工 每个月寄钱回家供二叔上学 要是没有我爸的付出 二叔现在也不过是个普通农民 你以为你们家还有今天的好日子 我不信 你肯定是在胡说 我爸不是这种人 吃 你以为你爸是什么正人君子 其实也不过就是个心机小人 你这是血口喷人 我急了 你有什么证据 当年抓完咎 我爸就留了个心眼 把另一张小纸条也打开看 上面明晃晃地写着打工两个字 我爸拿了两张纸条给二叔看 二叔当时就给我爸跪下了 他求我爸把机会让给他 他说他考上大学以后 会回报我爸的 你骗人 你要是不信 就去问问二叔 如果他没有把柄在我们手上 你以为他会那么乖乖听话 要什么就给什么 堂哥的话像一把刀插在我胸口 让我的心嚼嚼地痛 在我心里 老爸一直是人品正直 值得尊敬的好爸爸 我根本就不能接受 他也有这样的一面 泪眼朦胧中 我看着老爸站在我身旁 隔着一层水雾 我也能清楚看到他眼中的痛 大伯看到老爸 脸上明显有几分尴尬 强子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到 但是刚才他们说的 我都听到了 大哥 你曾经答应过我 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小伟和冉冉都不是外人 他们不会往外说的 大伯的神情有些慌乱 大哥 我已经说过 我现在身无分文 真的没什么 能再帮上小伟的了 我希望你们今天 不要再来打扰冉冉 这是他上学的地方 堂哥不满地说 我们今天来 还不是替二叔你出头 你和二婶离婚 就分了一套小房 大房子和存款都归了他们 这太不宫廷了 我和我爸是来帮你要钱的 老爸摇摇头 不用了 钱和房子 是我要留给他们娘俩的 强子 你这话就不对了 大伯臣下脸 冉冉是女孩 将来肯定是要嫁人的 冉冉他妈跟你离了婚 说不定哪天就会改嫁 你怎么能让他们把钱 和房子带走 那不是便宜外姓人了 他们是我的老婆和孩子 这些年为了我 他们已经受了很多委屈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给他们 大伯勃然大怒 不行 这是关老臣家的财产 这个离婚协议不算数 必须重新分 是我自愿签字的 我愿意把钱和房子 留给他们娘俩 这叫什么话 你姓陈 就该顾着我们老臣家人 哪有胳膊肘往外拐 帮着外人的道理 老爸正色说 冉冉和他妈不是外人 他们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自问这些年 对家里的付出已经足够了 以后 我不会也没有能力再帮你们了 你就不怕 我把当年的秘密告诉冉冉他妈 我们都已经离婚了 事情还能更糟吗 老爸颇有几分破罐子破摔的意味 大伯剑威胁不了 又反过来劝 强子 你看你帮了我们这么多年 现在就剩这最后一哆嗦了 你只要给小伟二十万元 让他凑够彩礼钱 娶了媳妇 以后我们都不会再打扰你 等你老了 小伟就是你亲儿子 让他把你接到身边给你养老 我爸有闺女 用不着别人养老 我伸手跨住老爸的胳膊 爸 你放心吧 有我在 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你落地儿 用不着别人养你 老爸拍了拍我的手 重重地点头 好 闺女 爸就指望你了 大伯和堂哥走了 我拉着爸去了学校的露天运动场 妇女俩坐在看台上 聊起当年的事 那年我高一 真的特别想念书 你大伯让我写纸条的时候 我就鬼迷心窍 犯下了错 你不知道 当你大伯把两张纸条拿给我看的时候 我当时羞愧得恨不得去死 我们是亲兄弟 我居然用这种手段去争取自己的利益 当时大伯怎么说的 他说他本来也不想念了 早点打工也挺好 他让我安心念书 将来考个好大学 别忘了家里 爸 这些年你已经做到了 可我还是觉得 都是因为我的自私 才改变了你大伯这辈子的命运 如果当初是他抽中的上学 也许人生就不一样了 这件事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和妈说 当年抓究的事 是我出于自私 才作弊的 这些年 我一方面对你大伯内疚 觉得耽误了他的一生 另一方面 我也不敢让你妈知道 我怕他 怕他不让你往老家寄钱 不是老爸盯着台阶地面 你妈他 一直都觉得我是正直的人 如果他发现 我有这么阴暗的一面 一定会失望的 老爸说这话的时候 低着头神色黯然 过了好一会儿 老爸抬头看我 冉冉 你是不是对爸很失望 你在我心中 永远都是最爱我的爸爸 也是最完美的爸爸 我紧紧搂住他的胳膊 老爸的眼圈瞬间红了 他扭过头去 嘴里叨咕着 哎 你都是大姑娘了 怎么还像小孩子一样 爸 我的确不是小孩子了 有很多事我都能看明白 当年的错误 是你十六七岁时候犯的 因为这点是 你一直背负那么沉重的负担 你怕当年的事影响 你在妈心中的形象 伤害到她 可你 想没想过 这些年你对妈妈隐瞒真相 为了大伯 他们不惜牺牲我们小家的利益 是一种更严重的背叛 你想想 当年的事跟你现在的做法 哪一个对妈伤害更大 老爸沉默很久 叹了口气 当年我向你妈求婚时 本想着将来的日子能 为她遮风挡雨 没想到 这些年真正给她带来风风雨雨的人 却是我 而她 一直都在包容我 爸 一开始听堂哥说这些的时候 我也不能接受 在我心中 你一直是高大完美的形象 但反过来一想 你也是人 只要是人 就会犯错 何况那时候你才十六七岁 做错事不是很正常吗 这么些年 你一直在为当年的事赎罪 平时你每月都给爷爷他们打钱 过年过节大包小果的往回装 但凡老家那边有事 你都一次次地掏钱 这二十年 少说也花了几十万块 再加上这次给堂哥的房子 加一起将近二百万块 这样的付出已经够了 可是 当初要是你大伯抽中 就算是他抽中上学 也改变不了现状 我断然说道 说句不好听的 大伯当初的成绩 根本就考不上大学 即使读到高中毕业 也还是走打工这条路 那样的话 家里只是多一个农民 这个家只能比现在还差 反而是你考出来 这些年资助家里 他们才受益更多 爷爷和大伯 两家的新瓦房 都是你出钱盖的 堂哥这些年上学的学费 补课费都是你出的 平时过年过节 你也没少给留钱 再加上这次堂哥的婚房 你的付出已经足够了 老爸 我总觉得 这辈子亏欠你大伯 爸 就算是犯人 被判了刑 也有刑满释放的一天 你做的是罪不至此 赎罪也赎了二十多年 是时候解开心理的这个死结了 老爸沉默良久 忽然笑了 他摸了摸我的头 我的冉冉真的长大了 现在都能给爸讲大道理了 爸 你想通了 我惊喜地问 嗯 老爸仿佛卸下重负 腰板都挺直起来 只是现在到了这一步 不知道 你妈还会不会原谅我 那就看你以后怎么做了 我轻易地搂着他的胳膊 老爸 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的 晚上回到家 我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妈 我妈听说 大伯他们跑到学校去闹 先是担心我 等他知道了爸的秘密后 半天没说话 我说 妈 爸这么做 虽然不对 但他也是因为在乎你 所以 他宁可选择离开我们 爸知道错了 也很后悔没有早点 把这些事告诉你 我把脸贴在他的胳膊上 妈 人都会犯错 爸已经为他当年的错 受到了惩罚 你会原谅他吗 我妈摇了摇头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他在关键时刻 放弃我们母女的利益 选择站在另一边 这一点 我不能原谅 哎 虽然我同情老爸 但我妈说的一点没错 想起前段时间的事 我都气得不得了 何况是老妈 只能先这样了 我在心里默默念叨几句 老爸 你自求多福吧 接下来的大半年 我和爸偶尔约出来见面 老爸这段时间 似乎工作特别忙 经常处于出差 或加班的状态 有时 我都替他着急 光忙工作 啥时候能挽回老妈的心呢 不过 虽然见面少 老爸还是想着我们的 他经常打电话 问我钱够不够花 出差的时候 总会给我带一些小礼物 妈过生日的时候 他并了个大蛋糕 还买了一条项链 你妈跟我结婚二十多年 我就没送过他什么像样的礼物 他一直说这些东西俗气 他不喜欢 其实他是怕我花钱 老爸打开首饰盒给我看 镂空的钻石项链 简洁洗练的款式 看上去典雅大方 刚结婚时是真没钱 后来条件好一些 又要攒钱买房子 好容易去年把你的嫁妆房买完 想着今年终于有机会好好庆祝一下 没想到 爸 离婚怎么了 你可以重新把妈追回来 我妈生日那天 你就把这个项链送给她 别别别 我怕你妈不想见我 反而让她过不好生日 老爸把首饰和细心地盖好 交到我手里 你就跟你妈说 这是你送她的生日礼物 老爸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我一个大学生 典型的身手足 能送得起上万块的首饰 晚上 我请我妈到一家高档餐厅吃饭 席间把首饰盒交给她 我妈接过去 打开盒盖 晶莹的钻石在灯光的映射下 华彩炫目 我妈妈撒了好久 才说 这是去年我和你爸逛街时 我曾经试带过的款式 离婚后 她第一次提起老爸 快到年底时 老爸把我约出来 打车到一个新开盘的售楼处 爸 你带我来这干嘛 冉冉 爸先前把你的嫁妆房 给了你堂哥 我们家的房子过户给你 你妈的名下 什么也没有 这一年 爸攒了点钱 一会儿你进去看看 要是有可心的户型 就用你妈的名义买下来 我先付个首付 每月房贷爸来还 再等两三年 爸爸钱攒够了 就把贷款全还上 他拉着我进了售票处 让售楼小姐帮忙介绍户型 最后挑了个130多平方米的三室两厅 冉冉 这个户型不错 南北通透 采光又好 交通也挺方便 你觉得怎么样 要是不喜欢 我们再多看两家 离婚时老爸把所有存款都留给了我妈 这套房子首付的将近六十万块 这大半年 他得多辛苦地工作 才能凑够这些钱 我看着老爸病脚明显多了的白发 心里一酸 房子选好了 怎么办手续却是个难题 老爸怕我妈不肯接受这个房子 让我想办法偷来妈的身份证 回到家 我跟我妈说 我爸帮我找了个实习单位 让我尽快把个人资料送过去 晚上天黑 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要不你陪我过去吧 我妈摇头 我不想见她 你就陪我到楼下 我送上去就走 那好吧 我知道爸住的地方 就在他单位旁边的小区 晚上八点多钟 就跟妈打车过去 那是个老小区 起码有三十年历史 远远看过去 窗户还是以前那种木窗框的 破就不堪 我妈看了一眼 皱起眉头 她就住这种地方 嗯 这也太破了 我爸 大概是想省钱吧 我妈没再说什么 她不愿意上楼 就在小区门口的一家奶茶店坐着 让我去送 其实我也没去过老爸的住处 我给他打电话 想让他下来 没想到他还在单位加班 老爸听说 我和妈来了 放下手里的活 急急忙忙就赶回来 我指了纸奶茶店 我妈在里面呢 老爸站在门口不挪布 我急了 爸 你不想进去 是什么意思 该不会不到一年 你就找新人了吧 胡说啥呢 老爸瞪我一眼 我 我是怕你妈不想见我 她不见你 你也不见她 准备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我好不容易才把老妈框来 机会稍纵即逝 你不进去 下次想见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了 老爸还在犹豫 我生拉硬扯地把她拽了进去 妈 我爸来了 老妈抬头看了一眼 愣了一下 眼圈慢慢地有点红了 大半年没见 老爸明显憔悴了许多 头发乱糟糟的 看上去很长时间没修剪了 穿着一套皱皱巴巴的工作服 原本风度儒雅的高宫 现在成了一个颓废大业 老爸搓着手 扭捏地说 老 淑英 你还好吧 还行 我 我也还行 老爸和老妈相顾无言 我在旁边看着 只能干着急 没一会儿 我妈就说要回去了 我只好偷偷地把妈的身份证留下 陪她回家 自从这次见面以后 我妈在家里 经常一个人发呆 有两次心不在焉的 把菜都烧糊了 我知道 他心里还惦记着老爸 就不时地在他耳边嘀咕几句 爸太可怜了 晚上没饭吃 一个人啃馒头 就俘虏呢 为了多挣点钱 我爸每天晚上就睡三四个小时 时间长了 这身体也受不了啊 天冷了 老爸还穿着前几年 买的羽绒服 里面的容都透亮了 冻得直哆嗦 某个风雪交加的晚上 我把老爸拽回家 妈 我爸租的房子供暖坏了 地面都结了冰 今晚没地方去 让他再这住一晚吧 我妈半天没说话 老爸站在门口 不安地说 我去冰馆凑合一宿吧 家里有地方 你去冰馆干吗 我央求道 妈 你就让爸住一晚吧 还是不麻烦了 老爸一脸失落地转身要走 就听我妈淡淡地说 书房有地方 你先将就一晚上 然然 去柜子里拿被子 好嘞 我欢欣鼓舞地把傻傻站在门口 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老爸拉进书房 从衣柜里找出被子和枕头 往书房随便一放 我扬声喊道 妈 我刚接个电话 学校临时有个会 今晚不回来了 接着冲霸眨眨眼 住傻书房 抓住机会 回主卧 说完 我立刻炖了 三天之后 我在回家时 老爸正扎着个围裙 在厨房炒菜 哟 重新上岗了 我笑嘻嘻的 快去洗手 老爸满面春风 一会儿尝尝老爸的手艺 我好奇地问 你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前段时间忙得飞起 每次找他不是在加班 就是在外地出差 以后我会尽量争取少加班 不出差 老爸一边把锅里的菜添水炖上 一边收拾菜板 前段时间我一个人住 才体会到你妈这些年的辛苦 收拾屋子 洗衣服 做饭 每月浇煤汽水电费 真是一大堆的事 再想想你妈 还要带孩子 管你学习 比我辛苦多了 以前我进门就有热壶饭 出门有搭配好的衣服 都是你妈在照顾我 以后 我也会多分担一些家务 多陪陪你妈 我逗她 老爸 你这心思是好的 可你不加班赚钱了 以后新房子的贷款 谁来还呀 什么贷款 我妈正好走过来 纳闷地问 妈 你还不知道吧 老爸用你的名字 买了一套房子 哪天带你去看看 我妈满脸诧异 这孩子胡说什么呢 老爸黑黑憨笑着 冉冉说的是真的 房证都已经下来了 他进了书房 不一会拿了个红本本出来 献保试地递给我妈 我妈打开来 仔细看了又看 眼中慢慢浮现出水光 这大半年 你 没少加班接活 累坏了吧 老婆 我不累 只要你高兴就行 老爸忙着表忠心 哼 你们爷俩 合起伙来骗我一个 我妈擦了擦眼角 瞪着我 唇边却是压不下的笑意 除了这事 还背着我干什么了 冤枉啊 我一脸无辜 除了把爸租的房子 供暖罚关了 真的啥也没干 老爸和老妈终于和好 全家其乐融融 不知道从哪听到风声 大伯和堂哥又跑来我家 强子 既然你跟弟妹和好 就又是一家人了 你看 小伟结婚需要二十万块的彩礼钱 你再帮一把 老爸瞅了妈一眼 我妈立刻说 你别看我 这是你们老陈家的事 我和冉冉都是外人 你和冉冉 怎么能是外人 你们是我最亲近的人 老爸对妈微微一笑 才对大伯说 大哥 当年是我的错 不该在抓究时作弊 自私地想要改变命运 这二十多年来 因为这是我一直背负枷锁 尽我所能地做出回报 说实话 这些年 我过得很累 我回报你和家里的同时 辜负的 却是我和淑英 冉冉的这个小家 离婚这段时间 我已经想清楚了 就算是判刑 也该有刑满释放的一天 大哥 我已经尽力了 以后 我会每月 把爸的赡养费 打到一个卡里 至于其他的人和事 我就不再管了 说了半天 你就是不想 拿小伟的彩礼前辈 大伯勃然大怒 你不给你亲侄子 你的钱想留给谁 书英是我妻子 冉冉是我女儿 我的一切都是他们的 二叔 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堂哥气急败坏 我是咱家唯一的男丁 只有我才能给老陈家 传宗接代 你要把钱留给这些外人 他们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人 老爸坦然说 我已经到了 知天命的年龄 从现在往后的每一天 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 照顾好他们 我不管 你是老陈家的儿子 你的钱 也只能给我们陈家人花 堂哥暴跳如雷 我告诉你 你今天 要是不给我拿彩礼钱 耽误了 我结婚的事 你们也别想好过 我瞪着他 你想怎样 你们无情 就别怪我们无意 不给钱 我就把你家砸了 堂哥高高举起茶几上的花瓶 恶狠狠地看向我爸 最后问一次 你到底给不给钱 老爸把我妈护在身后 小伟 你可以砸 但我也明确地告诉你 只要你敢动手 伤到我老婆和女儿一根汗毛 我就立刻报警 这么多年 老爸一直都是温和儒雅 很少与人起争执 可现在 他就像一只护载的老母鸡 紧张戒备 随时准备加入战斗 大伯一看老爸的样子 不像开玩笑 强子 自家人扮两句嘴 抱啥警啊 他一边说 一边拉堂哥往处走 堂哥耿着脖子不服气 还不想走 大伯骂道 小兔崽子 闹什么闹 你要是因为这是被派出所抓去 留了案底 就更找不着对象了 大伯和堂哥走了 我竖起大拇指 老爸 爷们 老爸笑笑 搂着妈的肩膀 以前是你妈为我遮风挡雨 现在 也该轮到我了 过完元旦 又快到春节了 小年这天 我从外面回来时 老爸正在挂灯笼 贴财神 爸 今年怎么想起弄这些了 往年这个时候 因为要回老家过年 只象征性地贴个春帘 从来没在家里布置这些过节的东西 爸笑着说 今年不回老家了 我们一家三口就在家里过年 啊 太好了 我兴奋地跑进屋 老妈正在往玻璃上贴窗花 整个屋子看上去喜气洋洋 妈 老爸现在变化真是很大 我感慨着 又小声问 你现在 是不是彻底原谅他了 我妈放下手里的活 认真想了想 然后点了点头 虽然中间有波折 可经过这事 让你爸的心病彻底解决 也算值了 我撅着嘴 就是可惜了那套小房 一百多万块 你和爸多辛苦才攒下来的 我妈释然地笑笑 我也心疼 但当年的事 你爸有错在先 这些算是 他为自己错误付出的代价 听妈这么说 我也放下心 这时 老爸在外面叫我 闺女 过来帮下忙 我过去一看 老爸准备了笔墨纸验 原来是想亲手写一副春联 我笑盈盈地问 爸 今年意义非凡 你准备写点什么 老爸略一思索 大笔一挥 上连 抱竹一生除旧碎 下连 逃福万户换新春 横踢 辞旧迎新 下面给大家讲述第二篇故事 舅舅把我的车 借走 已经有三年多了 最近公司经常安排出差 总是蹭同事的车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想把车要回来 自己开 舅舅 我最近确实是公司需要用车 你还是把车还给我吧 我苦笑着脸 舅舅充耳不闻 自顾自地在后备箱翻腾着东西 舅妈凑了过来 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 让我先回去吧 我舅舅心情不好 可这已经是我第五次来找他们要车了 上上次说我姥姥病了 干脆没见我 上次说车子坏了 在契配城把我搪塞过去了 今天好不容易 人车病货 心情不好这种理由 未免也太过牵强了一些 三年前 我结婚刚买了新车 舅舅就屁颠屁颠地跑来要试驾了一圈 结果就把我的新车给开走不还了 我当时公司离得近也用不到 就没追究 但是今天这个车我必须得要回来 我一把将舅妈的手拿了下去 给了她一个笑脸 舅妈 舅舅心情不好 就回屋里先躺着去吧 车钥匙给我 我来帮你们把车里的东西收拾下去 说完 我也不管舅妈逐渐变得难看的脸色 就朝着舅舅走去 舅舅见实在躲不过去了 叹了一口气 外甥女啊 不是舅舅不还你车 是这辆车我已经开出感情来了 这 爱 这样吧 我干脆把你这辆车 买下来 你再去买一辆新的 我舅舅一向喜欢占便宜 今天他能说出这番话 我属实有点吃惊 我点了点头 表示答应 他也很干脆地从副驾上取出钱包 你这辆车已经买了三年了 当初是花二十五万买的 按照二手市场的折旧 这样吧 我就给你三万块钱 也不算占你的便宜 舅舅说着 就从包里取出了三万块钱的现金 我就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先不说二十五万的车你直接给我打一折这件事 就说这本来刚从4S店里提的车 白借给你开了三年 凭什么跟我折旧 我觉得舅舅有点过分了 但还没来得及反驳她 舅妈就一把将那三万块钱揣了起来 咧嘴一笑 雨山啊 你也知道最近你姥姥生病 舅妈现在手头吃紧 这笔钱就留着先给你姥姥看病吧 算舅妈借你的 合着这三万都没打算给我呀 您这两口子算盘打得在天王星上都听得到了 我舅舅跟我年龄没大几岁 属于我姥姥当年老来得子 家里的宝贝老疙瘩 也正因如此 宠得一身臭毛病 主要是这个爱占便宜 自私自利就让我很是受不了 今天这辆车的事就很让我生气 雨山 你小的时候 有过一次生病了 是舅舅我跑了十几公里 我舅舅见我要发作 又把这些陈年旧账搬了出来 念叨得我脑袋都大了 我承认小的时候成过他的人情 最怕他提起这件事了 我打断他 舅舅 你别说了 我再把车让你开一段时间 但是最晚下个月我出差 必须开走 说完 我不给舅舅拒绝我的机会 就赶紧走了 等我第二个月又去要车的时候 我就居然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是一家出去自驾游去了 我气得直跺脚 这是又搁置了 我本来以为这辆车只能认栽了 反正公公婆婆在摩都开了家大公司 也不差这两个钱 但是事情在几个月后又有了转机 随着孩子越来越大 快到该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我和老公就琢磨在摩都买了一套学区房 钱当然是我婆婆出的 我和老公出钱装修 谁知房子刚装修好的第二天 我和老公还没来得及搬家 我舅舅就笑呵呵地登门来了 雨山啊 那啥 你那车就给你停在楼下车库里了 车要是我也给你放这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开你的车这么久 这是那三万块钱 算是借你车这三年的租金了 我跟老公对视一眼 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铁公鸡今天这是转性了 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果然 下一秒 我舅妈就跟着一起进来了 手里还拉着两个行李箱 在后面 我表弟就跟着一起进来了 大包小包的也是没少拎 这架势是要住我家里了 我舅舅一边帮忙搬东西 一边就拆开包裹开始把他的东西布置了起来 我的梳妆台上全部放满了表弟的各种玩具 老公 的办公桌上是表弟皱巴巴的课本 还有许多锅碗瓢盆的东西 本来装修的一百万格调的精装房子 差那间变成了七万的大包普装 舅妈在房子里转悠了一圈 外甥女这么大的房子怎么只有两个卧室 我和你舅舅睡一间 你表弟睡一间 那你们两口子睡哪 他问这个问题的表情是那么理所当然 就好像是我把房子装错了一样 我和老公站在客厅中央 看着他们一家忙活 有点格格不入 舅舅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有点生气了 你们一家这是要纠缠雀巢吗 舅舅一屁股坐在我的定制 意大利 帕瓦利沙发上 感受了一下 软硬 哎呀 雨珊 你看你这表情 怎么 不欢迎你舅舅 我今天可是特地给你送车来的 你这姑娘现在越来越不懂事了 你小的时候生病 我 我眼看着他又要开始翻旧账 连忙打断他 舅舅 您这架势可不是来还车的 舅舅没好气得到 行了行了 看你那小气的样子 你俩又没有孩子 住这学区房里头不是浪费资源吗 正好你表弟到了上小学的时候 他过来暂住一下 你放心 我们不白住 以后家里的家务 你就抹全包了 没过一会 我妈就打过电话来 大概主旨也是让我帮舅舅一把 妈妈电话刚挂 我姥姥也拽过来了一个电话 整个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给我施压 全家都这么说了 我也是没办法 只好同意了 舅舅这才满意地离开了 把舅妈和表弟留了下来 我和老公无奈地接受了舅妈和表弟住进我们新家的事实 只能是当他是个雇佣来的保姆来安慰自己了 可是随着我和老公渐渐地搬家过来 我发现了不对劲 我的化妆品老是莫名其妙地丢 老公也跟我说他新买的皮带不见了 领带也丢了 家里只有四个人 我不得不怀疑是舅妈干的 可是我和老公平时都在单位上班 又抓不到他的把柄 所以我趁着他送孩子上学的时候 给家里装了一组摄像头 今天上班的时候我就专门盯着 看看是不是家贼南方 没一会 舅妈就回来了 手里提着刚买的蔬菜 家里没人 他可是自在了 把菜往厨房地上随手一丢 就来到了梳妆台跟前 拿着我新买的名牌化妆品 就给自己脸上一顿涂抹 然后满意地把一只口红装进了自己的兜里 果然是他 接着他就钻进了我的卧室 他跑进我的卧室干什么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赶紧切换镜头到卧室 舅妈已经躺在了我的床上了 脸上的表情还格外地陶醉 他滚了两圈 似乎是感觉不大过瘾 又翻开了我的衣柜 我额头上的青筋已经不自主地在暴跳了 我感觉我和老公的隐私全部被他一览无余 但更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他先是把我的衣服翻了出来 然后换在自己的身上 在镜子面前臭美了一会 就又从衣柜了翻出了我老公的几件衣服 然后他就抱着那些衣服在床上开始秀了起来 表情一脸让人恶心地陶醉 恬不知耻 真是恬不知耻 纵然他的年龄和我老公相差无几 也不存在什么血缘关系 但我们之间也仍旧是道德意义上的亲戚 更何况他是有家有室的 不行 我得回去 舅妈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我的底线 我要把他从我的家里赶出去 风风火火地赶回家里 一开门就看到了穿着我的衣服 一副惊慌失措模样的舅妈 她的脸色煞白 手里还抓着一条老公的领带藏在身后 你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冷笑 我要是不回来 谁知道 你要在我家里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情 舅妈被我说中 眼神更加飘忽不定 雨山 你 你胡说什么 那你说 你穿着我的衣服 做什么 还有你的拿着我的口红 我老公的领带 你想干什么 舅妈的所作所为伤风败俗不说 更是踩在了我作为女人的底线之上 但我没想到 我的步步紧逼 不但没有让舅妈害怕 反而是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我也省得隐瞒了 没错 我就是看不惯你 凭什么你能霸占那么幼 帅幼有钱的老公 凭什么我就要跟着你那个没出息的舅舅天天占人便宜 受人白眼 她说得面目猙獰 把对生活所有的不满全部发泄在我的身上 你滚吧 我家不欢迎你 我不想跟一个恶父纠缠 他变态地让我恶心 谁知他却堂而皇之地躺在我的沙发上 两只臭脚摆在了茶几之上 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外甥女 你可不能这么做 我要是跟你妈 你姥姥还有你舅舅 添油加醋地把这是一说 只怕你家可就鸡犬不宁了 哦 对了这个月的生活费给我打过来 你前天给我打的一千块 已经花光了 照顾你们一家真是费劲 她说着 又起身把老公的衣服当着我的面抱了出来 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深深地嗅了一口 哎呀 臭了 还得给你们洗衣服 我知道舅妈以前风平就不大好 好像年轻的时候跟着混社会来的 但我没想到 她的无赖程度比之我舅舅更甚 还要搬出全家人阿里压我 我简直要气炸了肺 家里的摄像头当天下午就被我舅妈给拆了 我也很干脆地给卧室装了一个指纹密码锁 只要不进我的卧室去恶心我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她爱干嘛干嘛去吧 可是我没想到 你不要狗不代表狗不会来咬你 麻烦事是一件接着一件 今天我刚一进小区 就看到我们家楼门口出来了一群黑衣人 正在和舅舅有说有笑 其中一个领头的人满脸地答应 你放心就凭你们的房子抵押出个三四百万 问题不大 就包在我身上 抵押 我脑袋翁的一下 愤怒中直接冲了上去 此时老公也看出了不对 直接追上了我 等我询问之后 我这才知道原来这群黑衣人是贷款公司的 今天是来给舅舅放贷的 而舅舅竟然拿我们的房子做抵押 做贷款抵押 各位请你们从我家马上离开 不然我就要以私闯民宅的理由报警了 还有这房子不是他的 是我们的 老公此刻也反应过来了 说着已经拿出了手机 他充满磁性的声音 让我稍微安定了些 我老公在家族公司里一直帮公婆打理公司 身居高位 自然有一股领导者的威势 黑衣人们心里发怵 一个个都匆忙收拾东西跑了 舅舅却不以为意 雨山 你这是干什么 我只是拿你们房子做个抵押而已 钱到时候我会还的 老公没有理会 直接拿手机对准舅舅 舅妈 请你们也离开我们家 否则我就会把刚才的视频发给警察 舅舅咬牙切齿地看了我一眼 似乎我耽误了他什么大生意 你们两口子等着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自从那天舅妈离开之后 舅舅一家似乎掩齐西鼓了一样 再没有来我家找麻烦 这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依他们一家子的德行 我还以为他们会不依不饶 带着我妈过来闹事呢 不来也好 我倒是省心了 家里也不怕丢东西 更不怕有熊孩子来拆家 也没有一群社会上的流氓混混来我家开party 自从把他们一家子打发走之后 我明显感觉到 我和老公的感情都变好了 我尽可能地不跟家里联系 想持续保持这种状态 然而我还是想多了 一个礼拜之后 我妈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雨山 你舅妈这段时间没少给你添麻烦 这时妈也有责任 但是家里就你这么一个有出息的 你舅舅日子过得紧巴 你就多帮帮她吧 我能听出我妈电话里的窘迫 我无奈地将这些天舅舅一家给我带来的困扰告诉我妈 希望她能体谅体谅我 毕竟我也有自己的生活 再说了 我就算混得好 也是在公婆的公司里 我没理由拉上人家来填我舅舅家那个无底洞 这太扯了 雨山 妈知道 但这不是他们家的收入来源不稳定吗 你给你舅妈找份工作 他们两口子一起养家糊口 日子就能过得开了 自然也不会再去烦你 雨山 这是妈最后一次求你帮你舅舅 我妈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跟我说话 我知道肯定是舅舅又跟她去软磨硬泡了 我实在不忍心伤害我妈 也为了让舅舅一家能够真正独立 就答应了这件事 舅舅听说了以后 带着舅妈特地找上门来 还提了礼物 一个劲的跟我道歉 说什么以前 没少给我添麻烦 我还能够不计前嫌 怎么怎么样 当时我一度怀疑这一家子是不是都转性了 不过 既然答应了人家 我也没有要糊弄他们 让老公找了一个合作伙伴开的公司 给舅妈谋了一个闲职 基本就是上班 喝喝茶聊聊天 不需要干什么有技术的活 工资也挺高的 是人家看在我老公的面子上专门提的工资 足够她生活得很滋润了 我以为 生活从此以后就该安定下来了 我就不该去公司看望旧妈 也许不去的话 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了 但是她那个性子 我实在有点不放心 于是我就想偷偷地去看一眼 如果她干得顺利 我也就能放心和我妈叫差了 然而我刚到办公室门口 就听到了舅妈的大嗓门 你们羡慕我这工作 可别提了 我是一天都不想干 要不是我老公 那个没用的姐姐 非得求着我来这 你以为我会来 那都是为了给他们家面子 我缺这份工作吗 我老公有多能干 我们家在魔都都有学区房的 这都是为了我那个虚荣心的外甥女 想在家里长点脸面 嗨 真是家门不幸 说多了都怕你们笑话 那小妮子前段时间 在我家住偷走了我几万块钱 被我抓包后 愣要说是借来的 我看也是不打算还了 摊上这样的亲戚 你们平平理 我还能怎么着 我站在门口听了个拳 原本的好心情荡然无存 气得我脑袋都发懵 好家伙 真个是一点脸皮都不要了是吧 合着一个弯转过来 是我求你来这上班的 我家的房子也成你的了 你偷我东西 我没跟你算账 到你嘴里 我成了那个贼了 还有我外甥女那个老公 你们是不知道 生活作风不检点 有过一次趁我老公不在 对我动手动脚 哎呀 真是一点人伦道德都不讲的 她居然还敢编排我老公 分明是她在我家偷偷做的那些恶心事 我受不了了 我藤弟一下就冲进了办公室 质问她胡说些什么 办公室里原本热络的八卦气氛 一下子被我打破了 所有人都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舅妈一看 是我来了 吓得脸都白了 甚至还吓了一机灵 舅妈 你说 谁私生活不检点 谁求着谁找工作 谁在人家买的学区房里 赖着不走偷东西 你继续说 我听着 她真的已经踩碎了我的底线 我一点脸面 都不想再留给她了 在我的一番质问之下 舅妈节节后退 办公室的八卦女们 一个个都开始低声议论了起来 舅妈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突然怒吼一声 你怎么敢厚着脸皮来我公司的 还当着我这些同事的面信口雌黄 看着舅妈声色俱利的样子 我不由地笑了出来 好好好 跟我玩硬的是吧 我没跟她多废话 直接给老公打了电话 没过一会 人事经理就来到了办公室 给舅妈下了开除的通知 雨山 都是亲戚 你真要跟我撕破脸 舅妈似乎没想到我敢这么做 她的眼神里满是惊疑 我多一句话都懒得鸟她 直接转身离去 贱人 你给我等着 因为舅妈的事 老公和那家合作伙伴也有些尴尬 我们还特地请人家吃饭陪不试 老公更是把手头的一个好项目交给了人家 其实本来有更好的选择的 没办法 谁让我们摊上这么一家子 老公轻柔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没事 我能理解你 既然撕破脸了 以后也不需要再顾忌什么了 咱们好好过日子 老公温柔的话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依靠在她的怀中 老公 谢谢你这么包容我 果不其然 我妈又打电话给我 说舅妈的事 这次我不再心软 斩钉截铁地告诉她 从此以后 舅舅家的任何事都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了 我妈后来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 我都果断地拒绝了她 已经吃过亏 就不应该再反复地吃了 不是吗 可能是舅舅发现跟我妈软磨硬泡 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所以也只能掩齐息鼓了 我跟老公移到上班的路上 都不由地感慨 早知道这样 一开始就应该硬气一点 划清界限 然而今天刚移到公司 我们俩就发现几乎所有的员工 都对着我俩指指点点的 不知道在议论些什么 虽然他们都是窃窃私语 但我和老公还是察觉到了不对 正在这时 老公的秘书一脸忧愁地跑了出来 急吼吼地让老公赶紧进公司里去看看吧 有人来闹事 我心里咯噔一声 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俩不敢怠慢 马不停蹄地就来到了公司 刚一进大楼 就听到里面有一阵嘈杂的喧闹声 下一秒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被一群保安簇拥着涌了出来 你们都起开 嗨 你们领导呢 让他出来见我 跟老娘上完床 提起裤子就不认账了 还有他老婆呢 买房子欠了我一百多万 今天必须还钱 你们撒手 我警告你们 再敢碰我一下 我就报警了 我可报警了 是我舅妈 而且不只有他一个人 他还带了许多新媒体的记者 这些人最喜欢这种八卦 不管真的假的都会投放到网上 到时候舆论风波起来 压都压不下去 对公司将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然而还没等我和老公有什么动作 舅妈就已经发现了 我们 我看到他眼睛里闪过了一道阴狠的笑 下一秒 他就声嘶力竭地指着我俩怒吼 贱人 还钱 还有你个强奸犯 你以为你做的事就没人知道了 是不是 舅妈的声音 顿时把那些狗仔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他们哄闹着就围在了我和老公的身边 保安们都拦不住 我看到老公的脸色变得阴沉如水 手指的骨节因为用力过猛兜 已经发白 他没有搭理那些狗仔 直接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很快 公司的所有通道全部关闭 一群身穿黑衣的保镖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 没一会就把所有的狗仔都控制住了 只剩下舅妈一个人 也是同样被保安制服 舅妈还在叫嚣着 那些狗仔也嚷嚷着说老公这是在侵犯他们的权利 但老公都不为所动 只是一只手紧紧地攥着我 给我安全感 又过了一会 警察就来了 先是没收了所有狗仔的录像录音设备 然后以涉嫌诽谤的罪名将他们逮捕 后面的事就轻松了许多 有公关部门对这一次的事情进行后续的处理 至于舅妈 她只能暂时在橘子里待着了 舅妈刚被关进去一天 我舅舅就找上门来了 跪在我家门口 说求求我放了她老婆 她还把舅妈以前从我这偷走的东西全部都拿了回来 整整一个蛇皮麻袋的物件 可惜我早已对这家人失望透顶 不让他们长点记性 他们还以为我真的好欺负 我已经害得老公给合作伙伴贴人情 害得老公的公司陷入舆论危机 要是再跟这家奇葩心词手软的话 那我还不如死了得了 舅舅在我这吃了个闭门羹 但一点都没有死心 往后的日子里 他每天都光顾我家 跪在我家门口磕头 邻居都认识他了 可这次我再也不会容忍他半分 任凭他 怎么求我我都不会再心软了 谁知过了几天 我舅舅把我妈也给拉来了 让他来给我下跪 给我施压 我妈也是 宠爱他这个弟弟一点底线都没有了 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一气之下 跟老公就住在公司的休息室 干脆不回家了 想靠这种手段来逼我 门都没有 但我还是低估了我舅舅的手段 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我家的钥匙 跑到我的窗户跟前给我开视频 万生女 你就签了谅解书吧 都是一家子 没必要闹得对不公堂吧 你把你舅妈送进去 能对你有什么好处 哎 舅舅知道 我们一家子 害你受了不少委屈 他进了局子 我也不想活了 正好你家楼层高 我就从这跳下去吧 不用给我收尸 就让我自生自灭吧 舅舅说完 就打开窗户 坐视要跳下去 我没想到 他能用这种办法来逼迫我 这要是在我家出了人命 那可就麻烦了 虽然我知道他大概率是不敢跳下去的 但我不敢赌 无奈之下 我只好签了谅解书 舅妈估计是在局子里没少吃苦头 我去的时候哭哭啼啼的 一个劲地跟我赔礼道歉 说以后保证好好做人 再也不作妖了 希望这次他说的是真的 我已经很疲惫了 距离舅妈被关局子的事已经过去了小半年 这段时间以来 他们都没有再联系过我 也没有再找上门来 我妈也彻底掩齐息鼓 都不怎么跟我打电话了 我也乐得清静自在 可能是因为心情好的缘故 我怀孕了 老公直接变身霸道总裁 强烈要求我不可以再上班 必须待在家里养胎 还把公司最新研发的健康手环 给我装备上 一旦我的身体有任何异常都能实时监控到 我觉得他可能兴奋过头了 有些小题大做 尽管我一再解释 小宝宝现在只有几周大 什么都不影响 他还是毅然把我手头上的工作 全部分了下去 害我只能窝在家里 而最近公司又准备要进入新一轮的融资 老公就被公公婆婆拉走 跟投资方接触 忙得不可开交 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更郁闷了 对于一个职场女性来说 窝在家里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我实在受不了 决定出去走走 哪怕是吃一碗麻辣烫 刚走到街上 我的眼前突然一黑 有什么东西遮挡了下来 接着 我的后脑勺就感觉被砸中了 顿时我就眼冒金星 脑子丧失了思考能力 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周围的环境是一个废弃的烂尾楼 到处都是烂砖头和锈钢筋 我试图活动身体 却惊讶地发现我的手 竟然被人朝后绑了起来 我这是被绑架了 我的心里咯噔一声 一下子慌乱了起来 电视剧里那种被恶汉 歹徒撕跳的剧情 不断地在我脑海之中上演 越想越可怕 最重要的是 我肚子里还有孩子 他可千万不能受到伤害啊 正当我的脑子里 已经在上演一部大片的时候 两个人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嘿嘿 见人 想不到自己会有今天吧 嗯 这个声音 好熟悉 我抬头一看 这两人不正是我舅舅和舅妈吗 你们 我话还没说完 周围又走出来了一群小混混 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家伙 一脸得意地打量着我 舅妈走到我面前 得意地看着我 咧嘴一笑 怎么了 小贱人 看你的表情好像很吃惊 我确实吃惊 她的丧心病狂 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 舅妈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行为 是在触犯法律 咱们有话好好说 你这样是在铤而走险 对我们谁都没有好处 啪 舅妈直接甩了我一个耳光 有些癫狂地笑着 你现在知道怕了 早干什么去了 我最看不惯你这种 有两个臭钱 就自以为是的人 嘿嘿嘿 舅舅也掏出了一个大棒锤 晃悠着也走了过来 一把揪住了我的头发 你个臭婊子 老子给你下跪你兜 那么狠心的 非得逼着我跳楼才行 你想要我死 好啊 今天咱们看看 谁先死 舅舅的眼神里 就像是一片混沌 跟舅妈一样疯狂 疯了 你们两个都疯了 舅舅阴瑟瑟地笑道 没错呀 我们就是疯了 但那也都是被你逼的 嘿嘿嘿嘿 你猜 等你老公回来 看到你的尸体 他会怎么想呢 嘿嘿嘿 砰 他的话刚说完 手里的棒锤 就砸在了我的头上 我只觉得 眼前金星直冒 整个世界 都是一阵天旋地转 老公 你下手轻点 直接杀死了 就不好了 他不是怀上了吗 我倒要看看 他没了孩子 还住不住学区房 舅妈一把拦住了舅舅 我只觉得脑袋剧烈疼痛 都快要砸了一样 而下一秒 我的小腹便遭受重击 一股撕心裂肺的痛楚 让我忍不住浑身静挛了起来 呵呵哈哈 你看他 像不像一只虾 小混混们 在我耳边哄笑着 但我疼得连大脑 都快要停止运转了 更多的顿气挥击在我的身上 我就像是不断地坠入 无底深渊当中 越来越深 我是不是要死了 雨山 你们这群混蛋 在黑暗之中 我仿佛看到了一缕光 一个声音 在不断地召唤着我 那温暖的光 是谁 是谁来了 我再也撑不住了 沉沉地睡了过去 恍惚间听到了哀嚎声和 击打声 后面好像还有警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声 然而那都与我无关了 我只觉得好累 医生 我媳妇怎么样 先生 您不要着急 我们已经给夫人做了紧急处理 她的运气很好 虽然受到了顿气伤害 但是都没什么大碍 胎儿也很健康 您放心吧 我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说话 我没死 艰难地睁开双眼 我看到了一张焦急的面孔 是我老公 雨山 雨山你醒了 医生 医生 她喜极而泣 焦急地喊着医生的名字 不一会 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 就过来给我检查了身体 并表示一切正常 老公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眼泪止不住地掉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 我来晚了 我握住她的手 示意她不用自责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的 说实话 当时我都以为我要死了 老公拿出了之前戴在我手上的那个健康手环 是这个 在你被打晕的时候 她就监测到了你的身体异常 发到我手机里了 而且还自动开启了录音功能 我就在路上报了警 我一笑 这么说 他们被拘留了 老公点了点头 这一次 我不想再放过他们 我也一样 我的伤还没好 我妈和我姥姥就来找过我一趟 还带着我表弟 无非就是求我原谅舅舅一家 可能是因为我 一直都很好说话 所以他们以为 这一次 还能顾忌重施 我姥姥直接在医院里 就要给我上演跳楼的一幕 把一干护士都吓坏了 可这次 我不可能再吃这一套了 我冷笑着 看着她的表演 你想跳就跳吧 不敢跳的话 还可以上吊 可以吃药 想死的办法有很多 需要我给你再提建议吗 我姥姥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 颤颤巍巍地就从窗户上下来了 抡起拐杖 就要打我 你这个不孝顺的 老公一把将拐杖接住 冷冷地道 姥姥 你们从羽山身上得到的够多了 因为她和孩子安然无恙 你们才能在这撒泼打滚 不然你们都要给我 未来的孩子偿命 老公冰冷的声音 就像是利剑一样 把我姥姥的老赖之气 一扫而光 跟我老公对视了一眼之后 终究是败下阵来 若若地道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能不能判得轻一点 我闭上眼睛 翻了个深睡去了 老公则是在专心地为我削苹果 没有人回应 他们也只好无奈地离开了 开庭的日子到来的时候 我的身体已经康复得差不多了 连我都觉得神奇 那天舅妈那么大力地一脚 我的孩子竟然还是健健康康的 原告 请陈述 旁听席上 我妈和我姥姥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舅舅和舅妈也一脸地祈求之色 可惜 我给过他们无数次的机会 他们从来没有珍惜过 这一次他们不会再有任何机会了 法官 蓄意谋杀 我的诉求只有一个 死刑 我的声音无比地冰冷 一如我那颗被他们践踏的冰冷的心 舅舅和舅妈文言 就像是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一样 如果不是在被告席上卡着 早就贪坐在地上了 雨山 你不能这么做呀雨山 那可是你的亲舅舅啊 雨山 你真的要跟这个家断绝关系吗 我妈和我姥姥还在说着一些痴心妄想的话 断绝关系 我求之不得 最好永生永世都不要再跟我有任何瓜葛了 肃静 法官敲下锤子 一脸的威严 法官允许被告做最后挣扎 舅舅和舅妈都疯狂地狡辩着自己是冤枉的如何如何 可惜从他们进入我家的那一刻起 所有的证据装装渐渐都是铁证如山 健康手环更是把那天他们绑架我的录音全部收下 更由我浑身的伤作证 这一切 足以把他们的罪名坐实 最终 法官要求全体起立 宣判了两人的判决 故意杀人罪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总算是恶有恶报 我看着那对气不成声的夫妻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感 后来 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我姥姥因为太过激动 心机耿鼠去世了 说想让我去参加葬礼 我没有去 既然划清了界限 就不该再有任何瓜葛 现在 我和老公 还有我们自己 孩子生活得很好 我们有自己的小家 很暖很温馨 至于我妈 我每个月除了给她会一笔养老金之外 也不会跟她有任何联系 纵使每次她来胁迫我 都有舅舅和姥姥软磨硬泡的原因在内 但在我遭受生命危机的时候 她竟然还要带着姥姥来威胁我 我无法原谅她 两年后 舅舅和舅妈如期执行死刑 五年后 缺乏管教的表弟早早辍学 成为一个社会小混混 听说因为打架斗殴 失手杀人也进去了 可惜与我无关 可惯与我无关